那每个目标达成了一定要Celebrate 一定要庆祝 代表全家好高兴 那他也会感觉到 哇 全家都为我高兴 这实在太好 OK 所以Kid needs Celebration 每一个小孩都是这样 你有了意象 然后有了目标 达到了就Celebrate 那你下次再给他一个目标 他就更开心 他就自动自发都不要你去管了 有时候你可以旁旁看一下 哪一点不对了 你去帮个忙 请个家庭教师帮他 达到了目标还是要Celebrate OK 还是给他奖赏 这个是非常重要 奖赏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孩子们在属灵 还没有相当成熟的时候 奖赏是非常重要 其实的奖赏跟庆祝是最好的鼓励 也是孩子面对将来动力的来源 马上就像你在公司上班 那我以前给我这个工程师 最好的奖赏是怎么样 他做完一件事情 我说很好 我马上就从这里拿出几个Gift Card给他 他马上就知道他做得好 得到奖赏 非常高兴 那小孩子也是 他一做得好 你马上就给他鼓励 那他就是觉得说爸爸妈妈 很喜欢他 很爱他 很在乎他 也希望他成功 那他孩子都要 孩子都很爱爸爸妈妈的 所以你希望他成功 那他就很想成功让你高兴 那尤其因为他也可以得到奖赏 所以两个力量加起来是很大的 那全家集体庆祝一个里程碑 是建立亲子关系的好方法 你看到我们这里意向目标 从来没有讲什么 体罚 骂 管教 从来没有的 根本不需要 你完全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他们就会做成一个很好的孩子 全家集体庆祝 那一代表说父母子女 是乐融融的在一起 我给你几个目标设立的例子 希望你是A的 全A的学生 OK 然后五块钱给你一个A 我以前是对这小孩子这样这样的 OK 他大概medal school的 我不给他什么 不给他allow 不给他零用钱的 然后我说你们拿一个A回来的话 那当然就期中考或者说期末考 拿一个A回来的话给你五块钱 然后一个学期全A的话给你20块钱 然后一学期他真的全A 我们大家开开信件就 大家去吃个麦当劳 或者吃个什么fast food 其实我们本来就要去吃的嘛 可是这种感觉就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目标你就可以说 我希望你明练钱嘛 你到九年级了 你学年成绩前百分之五 我给你50块钱 其实女孩男孩 他们都有需要花钱买东西 你本来也要给他买的 但是你不给他买 你用这个方法给他钱 让他自己去买 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给他买 他就知道说反正你要给他买 可是你不给他买 让他自己去赚 用成绩好的方法去赚 这个就很好 我希望你明练前忙 你成绩前百分之五 我就给你50块钱 我们全家去Disney 假设说全家去Disney 这是一个庆祝 所以他又有鼓励了 其实他知道他应当读书了 他知道应当读好成绩 可是你给他一个很好的借口 很好的一个动力 很好的一个环境 很好的一个气氛 去努力读书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会想尽办法读得好 因为有这个奖赏在前面 然后有这个鼓励在后面 有这个庆祝在结束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实在太好了 然后你可以把这目标再提上去说 我希望你前十名 我再给你个特别的奖品 这个到高中了 要快要毕业前 你说我希望你能够达到前十名 其实那时候 你几乎不用给他奖赏 他已经在自动自发了 可是你这样给他奖赏 他会觉得父母亲 是跟他一起在努力 达到他人生的目标的 那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申请大学 你就说希望你有奖学金去公立大学 新车一步 然后全家去cruise 哇这对他来讲 又是更excited的事情 其实他并不是真的需要 你这样去给他奖赏 给他鼓励 但是对他来讲 他走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路程的时候 非常开心 因为他就觉得说爸爸妈妈 真的是在帮他忙 所以你跟他一起走过这个路程 要达到你刚刚我们来讲的那个意向的话 你会就知道 父母亲根本都不需要逼的 根本都不需要逼的 他自己会做得很好 他自己什么都知道 那父母爱子女 子女爱父母都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根本不会出问题 根本不会出问题 出问题都是在 没有在神的话语里头 建立生命 建立美好的意向 没有给每一个孩子建立目标 让他自动自发去达到目标 然后他达不到的时候 你去帮忙他 让他达到目标